听学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世界 齐、楚、秦,这三个大牌国家分别处于当时中国版图的东、南、西三级 这一次公孙岩搞的合纵五国,从北向南排列,都是二流的弱国 他们想要在齐、楚秦三大强人之间夹缝当中求生存,必须联合自保 所谓合纵弱、公益强,这就是奔赐合纵的最基本意义 那么,秦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想法呢? 客观地说,秦国虽然已经崛起了,但是他的力量还远远没有达到战国后期一国独大的局面 所以,现在还不能用远交进攻这种策略 也就是说,现在还不能用交好远方的齐、楚两大国来对付近处的中原、魏韩两个弱国 因为,如果一旦对这两个国家进行肆无忌惮的亲戈的话 那么,魏韩一定会投奔远方的大国、齐国或是楚国 齐国去救魏韩,去殴打秦国 再加上魏韩两国的力量,秦国佬就要落得孤单脆弱被打残废的下场了 所以,后来秦国所推崇的远交进攻的策略 前提是,远方的大国、齐国或是楚国已经被严重的削弱了 没有能力在实质上干预秦国人对魏国、韩国的进攻 这才行 所以,在当下,齐国、楚国还很强 秦国人能做的就是结合中原的魏、韩三个国家捆在一起 去压制和打击齐国或是楚国的发展势头 说白了,也就是禁交远攻之策 连横的策略适合于一个国家比较强大 但是,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独打天下的地步 也就是当时秦国的情况了 就好像现在,美国虽然强大 但是,好像不能一个人就可以统一地球吧 还需要别的国家支持啊 所以,美国人就搞了美日联盟啊 美韩联盟啊 说白了,这其实就是美国与日本、韩国的连横 这种连横,对于美国的国土安全和对外展开国际进攻 都起到了关键的积极作用 不通过这种联盟 美国就无法把军事力量布置在远东地区 无法压制其他的强国的崛起 从而保持美国全球独霸的地位 这种状况跟秦国太像了 秦国通过这种连横的形式 以求和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打对台戏 甚至可以瞅机会打击齐国和楚国 退一万步来说 至少可以保护秦国不受到齐国和楚国的进攻 相反的,如果齐国采取了同样的连横魏韩的策略 秦国就要挨打吃亏了 因为齐国这样就可以有机会穿越中原魏韩两国土地 和魏韩两国一起来打秦国 所以张仪在帮助秦国夺得西河上郡之地以后 马上改行更张 改为极力主张秦魏连横 不惜把地还给魏国 以三国相亡为标志 建立了连横关系 但是五国相亡大会以后 魏韩两国背叛了这一联盟 去和北边的燕国中山赵国这样纵向的南北列弱去合纵了 这样说白了就是公孙衍拆了张仪的台 在这种情况下 张仪当然要动手把这个合纵联盟给打散 重新把魏国韩国拉回来了 可是没等张仪动手 就有人跳出来表示强烈抗议了 刚才我们说了 五国相亡大会更像是一场分赃大会 既然是分赃 当然就有可能出现分赃不云 首先觉得分得不公平的就是齐国 作为中原的老牌强国 齐国早就自封为王了 所以这一次分赃大会 齐国只是作为特邀嘉宾出席的 齐国听说中山国也能变王 齐老大齐威王破口大骂 我是万圣之国 地方两千里 代价数十万 尽如风使 战如雷霆 中山国不过区区千圣之国 还曾经被魏国老给灭了 后来勉勉强强才能复国 这种垃圾国家 怎么敢和我齐国齐兵啊 他也敢叫中山王 我命令 不许中山使者进出我国关口 派人割地贿赂燕赵两国 前两国出兵 攻打中山 齐威王为什么这么敏感呢 对于这事儿为什么一点就着呢 一个肤浅的理解 就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 他好面子 中山君不配和他平起平坐也称王 深刻一点理解 可能就是公孙衍这一次合纵 有个固有的特点 那就是是列弱之间的合纵 是各个弱国之间求取抗秦的一种方式 对于齐国来说固然是好事 列弱抵制秦国是有利于齐国发展的 但是各个国家在相亡的时候 没有嚷嚷着让齐国当自己老大呀 这里面就有一种意思 就是大家要抗秦 但是客观上也想摆脱齐国 楚国这些大牌国家对他控制 这就不怪了吧 所以齐威王一定要找茬的 借此一定要发发飙的 宣布我在 我能 这个地盘我得做主 你们这些二流小屁国家玩过家家 最后得让我来做老大 中山王听了齐威王的发飙 那是相当的害怕 好在中山国虽然早期是敌人建立的国家 但是在后来汉化的非常厉害 能说汇道的知识分子 在那还是很有市场的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叫张登的人出现了 他的历史使命就是跑到齐国去 忽悠齐威王 劝他放弃 攻灭中山 那么张登的使命完成的如何呢 齐威王会不会放弃给中山国小鞋穿呢 我们下次再说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三国到明清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再接下来 我们再接下来 我们再接下来 那是什么 我们再接下来 要不咱们 更大 再接下来 我们再接下来 感谢观看